第230集 饥饿 拉拉 青稀抬起脚就想去踢蕭俊 蕭俊很轻松地避开了 好了好了 下来了 我们到客棧了 青稀探过头出来一看 果然他们已经来到一处小客棧了 周围灯火通明 来往的人乐意不绝 总算是来到一个有人的地方 青稀好满意地跳下马车 青稀按下跳下进了客棧 蕭俊对着店小尔打了招呼 然后在耳朵旁边交代了些什么 店小尔就把马车拉走了 青稀找了一张桌子坐下来 在桌上的竹筒里面拿出一对筷子 已经在等着准备吃饭了 没过一会儿 饭送上来了 满满一围桌子 有分有数还有汤 蕭俊拿起竹筒里面的筷子 看到青稀都已经吃起身了 狼吞苦燕一筷子夹满了食物 就塞到嘴里面 都还未来得及咬咬 就吞了下去 他实在太饿了 蕭俊看着青稀的食样 就这样准备了 从来都没见过一个人吃饭 这么不注意形象 而且他还是个姑娘家 吃饭好像成个粗人一样 一开始 蕭俊的面子都是惊奇的神色 但是后来看一下看一下 他竟然觉得 青稀的食相 是丝毫都没有违和感的 反而觉得这个人真的很真实 青稀吃下吃下 边吃边抬起头 刚刚见到蕭俊在看着他 四目相对 看什么 我的臉花了 没有 只是觉得你吃东西很好看 蕭俊也动起筷子 吃起身 你走开 我是说真的 青稀看着蕭俊吃东西 心里想 这个人好像也没那么坏 就是平时打得少 满满一围桌的菜 在两个人的努力之下 很快就吃完了 旅途上的饥饿疲备 在这一刻已经冲淡了很多了 现在算是心满意足了 青稀就好不恰当地打了个饱仙 打破了两个人之间安静的气氛了 哈哈哈哈 蕭俊忍不住笑了 手上面握着摘线 手拿摘线遮住自己的嘴 青稀瞩了他一眼 哦哦哦 好了好了 青稀 为了陪罪 我带你出去玩一下好吗 去哪里 你知不知道这里是哪里 这里是北角和东角的接养处 这里的人大多数都是东角人或者北角人 而这里叫做北东 青稀一听啊 差点笑出声啊 嘟 你刚才叫东北算了 哈哈哈哈 东北 是一个地方来的啊 呃 算是啦 一个 可能回不去的地方啊 青稀说到这里的时候 有点淡淡的忧伤啊 啊 好了好了 带你出去走吧 蕭俊意识到自己好像勾起了青稀的回忆 那样 快就转移话题了 嗯 当两个人出来的时候 青稀忽然间觉得 视觉就开阔了起身 这一条条的街道上面 张灯结彩那样 周围都是人 嘈嘈闭那样 这儿啊 是我见过夜晚最繁华的地方了 你看看那儿 蕭俊的手指向着没有多远的地方指着 那儿啊 是一些船仔啊 是给游湖的人提供的 蕭俊好熟乐地和青稀介绍着 好像他是个道友那样 这里的风土人情 蕭俊是完全可以直接说出来的 你以前来过这里的? 是啊 一直以来我浪迹江湖 在江湖上面行走 自然有很多地方已经去过了 要说这个江湖之中 真的还没有我没去过的地方 这样啊 带你好好玩一下 蕭俊下意识地 拉起了青稀的手腕 抓住他就走了 蕭俊拉着青稀 才到人最多的地方 自己在最前面和他逼出了一条路 两个人就逼到最里面了 只见在正中间的人 是两个异族的女子 她们身上穿着特色的异族服饰 露出了她们的肚子 肚子上面带着一个装饰品 随着她们舞步的房洞 这个肚子上面的装饰品 闪耀着不一样的光芒 手脚上面束腐着的铃铃 随着就舞动了 发出了悦耳的声音 她们蒙着面 但是那一对特别的相貌 证明了她们异族的身份 那是一对蓝色的眼 更加为她们增添了神秘感 青稀看着看着有些呕住了 她们的武技超群 最重要的是她们的那一对同孔 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 深深地吸引着青稀 殊不知她自己触发灵力的时候 亦都拥有这样的同孔 那对同孔好像涉人心拍似 青稀就被吸引住了 蕭俊眉头一皱 把自己的接线放在青稀眼前 手指迅速地在她身上点了个月 青稀瞬间就清醒了过来 莫莎言地看着蕭俊 我…我干什么呀 蕭俊没说话 直接把青稀拉出去 然后才说 对吧 那些是涉人术 她们是望月派的人 这个是望月派独有的术法 以后你遇到要小心点 不可以跟她对望 对吧 青稀有些想不起 刚才发生过什么事 只是隐约觉得 好像是有件这样的事 嗯 蕭俊押了头 给了青稀一个确切的答案 看到青稀像岳头岳老的样子 蕭俊拉着青稀就走了 走那时 她另回头 看了刚才的地方一眼 不对普通百姓使用涉魂术 是望月派的规定 但她明明看得出来 他们就是望月派的人 光湖之中的事太多太乱了 蕭俊也不想理那么多了 索性就直接走了 两个人走着走着 就来到桥上面了 停了下来 那就因为青稀对桥下面 河上面飘浮着的莲花灯 好感兴趣 她看着那些穿着的莲花灯飘远了 青稀的心境也跟着开阔了起来 走吧去放一个 跟我来 在蕭俊的带领之下 两个人就买落了一盏莲花灯 两个人就蹲在河边了 利用一边的烛火 蕭俊帮青稀点着了莲花灯 青稀眉了眼 心里面默默念着自己的祝福 本来她想的是希望早日可以回到现代 但是青稀的心里面 却是出现了牵缘雨的身影 站在她面前对着她 笑容满面 青稀好像又挂着她 青稀眉大眼 平静地把莲花灯放在河水之中 微风吹忽着青稀放的莲花灯 向着远处飘荡了 肚饿吗? 蕭俊不觉意地问了青稀一句 她的说话打断了青稀 注视着莲花灯的注意力 青稀就合了头 嗯...可以吃点东西 刚刚才吃饱饭没多久 青稀又想吃东西了 蕭俊站起来 拍了手上的陈 嗯... 这里有一家做豆皮的 做得很好吃 我带你去吧 来到吃豆皮的地方 两个人找了个位置就坐下了 很快 老板就和他们上了两份豆皮 青稀就没有急着吃 而是先仔细地看了一下 这些豆皮是乳白色的 微微有点黄 还飙着热气的 搬上一些酱料 散发着阵阵的香味 她夹了一块豆皮 放入嘴里面 热辣辣的豆皮 在青稀的嘴里面 醬汁一下子就泵发出来了 整个口里面 都是困住豆皮的香味 好吃吗? 嗯...很美味 青稀又夹了一块 放入嘴里面 豆皮她在现代吃过 但是那么香嫩的 而且味道那么特别 她还是头一次吃到 两个人在热闹的杂士上面 逛了几圈 拿着大包小包就回到客棧了 青稀把东西全部扔给萧俊 自己一个人就跑回房了 她现在很想马上充分个梁 再睡个觉 她已经很累了 或者真的因为太累了 青稀这一觉 就睡到了第二天的中午 萧俊就并没有打扰她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记得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主播等着跟你互动 第二百三十一集 露营 青稀慢慢转醒了 她伸了个懒腰 她晚间看到太阳已经偏西了 她趕快撿下自己下楼了 一下楼就看到 幽災油災在吃东西的萧俊 你…你为什么不叫我 萧俊慢悠悠地放下手里面的茶杯 你不是忘记了是吧 是你叫我不叫你的 青稀想了一想 好像真的是这样回事 那我们还走不走呢 走啊 但是很晚了 要趕到下一个地方很远吧 青稀有点顾虑 她起得太迟了 如果是赶路的话 恐怕今晚就要夜宿方交了 后悔啊 来不及了 我已经把房子退了 没可能我们住在同一间房子 去了可以订过的嘛 店小二又说了 哎呀 姑娘 小店现在只剩下一间房子了 就是你现在住那间 而且都被订了出去 客人迟些就要来入住了 那好吧 你等一等 我去收拾东西 青稀突然就拿起 萧俊桌面上一块点心 塞在嘴里面 一边吃一边走 好了 我等你 萧俊也没有吹他 因为萧俊对于风餐露宿 已经看得很平淡了 青稀简单收拾行李就下来了 萧俊喝了一口茶 对青稀说了 你的东西我给你们放到马车上面 走吧 说完直接就走出去 客检的门口停住他们来那阵驾驶的马车 青稀好熟驾步地进去了 他见到 宽厂的车厂里面有点擠逼 因为装满了他买的东西 萧俊驾驶着马车 两个人又继续上路 出了这个杂市 就是一片荒郊野岭 萧俊对于这片区域还是有点印象的 他曾经来过神国 于是一边驾驶着 一边在预测着 他们现在身在何方 天色慢慢暗了下来 已经看不清路了 萧俊这样才停下马车 他们这阵时 正在一片荒郊野岭之中 青稀跳下马车 却见到 周围黑咪咪咪咪的 他也有点看不清楚萧俊 只见萧俊蹲在地上 手里面握着些什么 青稀就红过去 萧俊堆起的树叶 已经被他点着了 红红的火炎照光到周围的漆黑 青稀坐在地上 围着火堆敲着火 吃着自己昨晚买的东西 由于是冬天 食物就不容易变质 出了北角的边境 冬天却是另外一番景致 那些寒风呼呼声吹着 但是就不下雪的 地上是很凉的 不过在火堆的空口之下 两个人周围是暖粒粒的 青稀拿起了一块饼 分了一半给萧俊 然后自己默默就吃起来 萧俊就看出青稀有心事 做什么啊?有心事啊? 跟我说说吧 哪有什么心事啊? 就是第一次在这种方家野良的地方过夜 有点害怕的嘛 古代的治安就不太好 这个是青稀来到之后最大的感触 说不定就会突然间出现一帮强盗 又或者突然间出现什么野兽 不需要怕有我在这里嘛 就算有狼也不用怕 舒胡俊就拍了心口了 算了 青稀拎了下头 不要再说话了 如果牵原雨在这里的话 那是有多好啊? 青稀望着那团火焰出神了 他想着的是牵原雨 或者也只有他在身边的时候 青稀才感觉到安全感啊 青稀 委屈你了 车 不是就是露营而已嘛 青稀撕着萧俊一眼 这个人还真是自作多情了 哈哈 所以今晚你就躺在火堆旁边了 萧俊好像达到自己目的一样 笑得有点奇怪 令人看不明白 你 青稀这一下就听出来了 原来萧俊打的是这个主意 不行 我要睡车厢 你自己睡火堆旁边咯 青稀佔他主动拳 他好怕萧俊会跟他抢 即刻就溜入车里面了 还拉起了脸 这一晚 就以青稀的沉默而告终了 萧俊在火堆旁边 找了个位置躺下来 第二天一早 萧俊是被冻醒的 火堆组就已经关掉了 他搓了一下自己的手 让自己的手更暖一点 然后他点回火堆 在火堆旁边烤了一阵火 顺手把食物热了一下 接着就吃起身了 睡到极为之轻的青稀 尸毫都没有受到萧俊的影响 在饮饱吃足之后 萧俊就驾驶着马车又上路了 就算是地下不太平整 造成了马车箱有点灯 青稀也没有醒到 划分两头 萧元云和萧俊 来神王府的那一次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 也就是萧俊在养伤的时候 萧元云是一而再再而三地 找萧元云麻烦 为了令到这件事 造成对萧元云的负面影响 萧元云好浩荡荡地 把萧俊接到宫里诊字 一时之间 坊间的议论声不停了 有一天 萧元云在书房里面看着摺纸 都是一些对于这件事 弹劾她的摺纸 她虽然没有去祖朝 但是她却是知道的 萧元云为了这件事 做了不少文章 萧衣走着进来 王爷 说 萧希姑娘已经在回来的路上 而且 她身边有一个人 是江湖第一公子萧俊 萧元云一抬眼 手里面的摺纸放下来 她想了一会儿 本来她是打算把神国的事解决了 再去北角把萧希接回来的 她是很害怕把萧希牵扯了进来 没想到这个女人居然自己就回来 萧元云的心就有点欢喜了 但是 听到她身边有一个人那一阵 而且还是江湖第一公子 萧元云的面色就阴沉了下来 心碎的眼眸神秘莫测 但是青衣却不难看出来 她的王爷发生怒 王爷啊 还有一件事啊 说 宫里面那位又来了 已经在王府门口了 萧元云冷冷地立了青衣一眼 青衣又说了 来帮萧小姐讨个宫里 一时之间 书房里面的气氛十分凌重 就在这时 门口外面探了个头壳 你回来干什么呀 萧元云头都没有台 就知道是谁来了 因为宫园在神王府里面 随意自由地行走就惯了 也没有人会阻拦她 你呀 最近是不是得罪了萧元云 我回来的路上 听到很多坊间的传闻 个个都在议论着 宫园是自己在桌旁边 宫园坐下来 还凹起二郎腿 我跟你说 我本来是想和正门进来的 但是那个宫园云 带着人在神王府门口吵吵闭 我没办法 我只能够翻墙进来 他喜欢点就点 反正他都不敢进来 宫园捧起桌上的茶喝了一口 你呀 你就不怕他把你王府拆掉 他没那么大胆 宫园云的目光 始终停在摘纸上面 过了一阵 宫园云又跟着拿起另外的摘纸 他的面色慢慢沉下来了 现在神觉的情况并不好 各种自然灾害频发 始终得不到一个有力的解决方法 而这些宫园云的人 都是得闲那头 竟然来找他摄政王的麻烦 过了一阵 宫园云抬起头看着灵缘 你去跟本王把门口那条麻烦人解决了 蛤?我呀? 宫园云刚刚想反驳些什么 但是他又说不出来 这阵时 青衣就跟他打了个眼色提醒他 宫园云收到了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唉,好了好了,我去吧 牵完语放下了自己手里的摘纸 扔光他 是 清衣领命 将成章台的摘纸一下子抱出去 自家王爷的事 他就不便于过问 寧愿不情不愿地 向着神王府的大门走出去 他真的有些不知怎样好 毕竟他是神 门口外面那个是君 哪里有神不让君进来的道理 但是如果将牵完语放进来的话 下一个死的就是他灵缘了 在门口等了很久的牵完语 听到紧闭着的大门有些动静 面上有些得意了 果然他牵完语都是要出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明天见 有些不知 何事情 遇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